这节课我们学习ES这段中提供的另外一种 关于一部编程解决方案 叫做generator 所以generator这单词的本意叫做生成器 一会儿我们会演示 generator这个语法和普通的函数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知道普通的函数如果一旦执行 那我们在执行结束之前 就不会再执行其他的JS代码 对吧 但是对于generator函数 可以在这个函数执行的过程中暂停 然后又可以从暂停的地方继续执行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神奇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代码来演示一下 generator的函数到底应该如何去使用它 我们再单独建一个文件 第25个 然后入口文件当中 解决 OK 我们首先演示一个最基本的复运环 比方说当前我有个FO 这是一个简单的函数 然后这里面我写一个复运环 比如说 我写一个i等于0 i小于3 i++ 然后我在这边输出i的值 当然这个函数我顺便应该标用一下 才能输出 当然结果 012 这个很简单 我相信所有同学都会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FO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普通的函数 然后这个复运环只要满足条件 它就会一直执行 中间不会受干扰 直到这个复运环执行完成 这个函数也就执行完成了 这是普通的函数特点 那如果我们变一个generator函数 大家看 首先generator函数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它后面会有一个信号 然后接下来我们写一个函数的名称 大家注意 这个信号其实是说你前后都有空格 也可以 或者说跟在后面函数的名称 也可以啊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写成信号跟左边这个方向是i 这种效果比较多 比较常见 然后呢 记住generator的一个特点是 有一个信号 接下来还是刚才这样一个 风运环 at i等于0 i小于3 i加价 然后呢 generator函数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在generator函数里面啊 会有一个ild这样的关键字 ild这单词的本意叫做 生产产出的意思 然后呢大家看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i 接下来呢 我去调用这样的一个FOO 当然我这边可能没有输出对吧 比如说我输出一下吧 大家看结果 大家没发现代码第3行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generator 因为当前我们定义的就是一个generator的函数 但是呢当前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调用呢 大家仔细看啊 我们输出这样一个i的值代码第4行 大家没发现 其实这个i代码第4行 什么也没输出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函数根本就没有执行对吧 因为generator函数需要我们手动的去执行它 大家看啊 这些输出我就删掉了 我们呢把当前这样一个函数 比如说付给一个值 然后呢我们输出f.nex 注意 generator固定语法 当我们掉的时候需要点nex 我们看点nex能够输出什么 代码第4行 你们发现nex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其中呢具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value 一个叫做down value呢表示当前这状态所对应的值是多少 而down呢表示的是当前这个generator函数 是否有执行完成 当然foss是不是就没执行完 那value是0 大家看当负运环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i的值是不是是0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再调用一下nice 你们发现value是1 down是false 因为第二次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i的值数从0变成了1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我们通过当前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函数 有点像是我们调试的时候 单步执行一样 很像对不对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 我们用手动的去控制 它执行了哪一步 就是刚才我说的generator和普通函数 它们之间的差别 generator的函数呢是可以暂停的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接着上一次暂停的状态 再继续开始下一个状态 那我们再看 比如说我再复制一个 你这个值数变成2 然后down还是false 大家看 如果我再复制一个 我们这个循环一共应该就能执行三次吧 大家看代码第18号数的值 你能发现它对应的是undefined 然后呢down是true 就说明当前我这个函数是不是已经执行完成了 最初value是没有值的 并且呢执行完成 down对应就是一个true 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generator函数 或者说有人叫做生成器函数 都可以啊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啊 能够发现generator的函数 其实并不会立即去执行 而是呢返回一个生成器的迭代器对象 注意 我这边提到一个词叫做迭代器 关于迭代器呢 其实我下一节课 我们会想一想它 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对于generator理解 我们慢慢来 然后呢 当我们这个迭代器函数 调用next这个方法的时候 其实在它的内部 就会执行到l的后面的语句为止 第一次我将用next l的后面的语句是不是就是一个i 所以说只执行一次 然后当我们再次调用next的时候 它就会从当前l的之后的语句 再继续执行 那是不是下一次循环 又执行了下一次的i 直到下一个l的问题的时候 它又暂停了 然后呢 刚才我们看到 next这函数啊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包括value属性和down属性 value属性其实表示 就是当前这一次 l的后面的表达式的一个返回值 每一次l的后面的返回值 是不是都是i 对应的值是不是0,1,2 然后呢 down就表示 后续是否还有l的语句 当前我们循环三次 那你说l的语句 是不是一共有三次 所以说当调用第四次 nice的时候 我们发现 down对应的值是一个true 然后呢 关于这种generator函数 其实它还有一些 要注意的地方 它呢 不能够作为构造函数去使用 它呢 只能够返回generator 这样一个生成器的具象 它不能够作为构造函数去使用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l的关键字 它只能够在generator 这个函数里面去使用 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 比如说大家看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function 然后呢 也是个generator函数啊 比如说叫 generator的减写啊 真言 OK 然后呢 比如说它有个参数 比如说叫 arguments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点for each 比如说每一项 叫做一个itom 大家仔细看哦 我现在在for each里面 我去调用l的 然后呢 比如说每次itom 加1吧 就这样演示一下 我保存 大家自己看左边 有没有发现 当前是报错的 看到了吗 是不是 当前eld是 不期望的这样一个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eld的关键字 只能够在生存器内部使用 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 如果在其他地方使用呢 就会导致这种 逾法的错误 我同学说 这不是generator函数吗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函数 eld 我是不是写在 这个函数里面了 而不是直接写在 generator函数里面 这边是不是多一层函数 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可以的 会过错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一个 稍微复杂点的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讲一下 next和generator 到底是如何执行的 我们呢 定一个带型号的 generator 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函数有个参数 比如说叫做x 接下来 我定一个y y呢 是等于2 去乘以 大注意啊 这回会复杂很多 eld 然后呢 x加1 接下来呢 我再定一个z 还等于l的 这边是y除以3 然后呢 整个return x加y加z 它们所对应的值 这个是不是比刚才复杂很多 刚才l的后面 就是一个i的值 非常简单 这个例子当中呢 l的后面是不还会有一些表达式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呢 现在把这个函数呢 负给一个值 比如说第一次 我传递一个5进去 当我传递5的时候 那x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5 然后呢 我调用g点 next 然后呢 我们输出 当前这样一个返回值啊 我们看一看 这时候的值 会是什么 比如说 我调用三次 把自己看哦 保存 大家会发现 第一次是6 第二次是nn 第三次又是nn 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值点 就是关于nest这函数 它的后面呢 其实是可以传递一个参数的 这个参数呢 其实表示的是 关于generator内部的上一条 l的语句的返回值 说起来可能有点绕对不对 我们一再来看 当然我这次调用的 是不是都没有传递参数 当我第一次调用g点next的话 那么它执行的是不是l的后面的代码 那么第一次generator参数是5 5对应s s加1 所以说它对应的值是不是6 OK 然后我们再看 第二次调用g点next 那它是不是接着上一次再去执行 大概上一次 我这边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呢 仔细听啊 刚才我说过 nest的参数表示的 是不是上一条 l的返回值 但是我第二次调用的时候 我有给nest存餐吗 你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存餐 所以说当前我选中这一块 它的返回值就相当于是一个 undefined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用2乘以undefined 那y的值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nn 那这句话 nest的 它值得到哪呢 刚才我们讲到 nest的每次是不是执行到 l的后面代码 所以说 y是nn 然后呢 用nn除以3 得到值是什么 是不是还应该是nn 那当我再次调用nest的时候 它是不是从这边开始执行 然后呢 是不是执行下面这个语句 得到值 是不是应该还应该是nn OK 这是nest的没有参数情况 接下来呢 大家再看 比如说 还是这个例子 我给它改造一下 就后面这个值呢 我们先给它删掉 这时候呢 我给nest传递一个参数 第二个nest的传递12 这边呢 传递13 我们再看一看 这回得到值 跟前面是不是 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分析啊 第一次 s传的值是不是5 OK 那nest呢 是不是执行的是 5加1 所以说第一次得到值 l的后面这个表达式 对应的值 是不是6 OK 然后呢 我们说nest如果传递参数 它是不是表示上一次 l的表达式的返回值 那上一次在哪 上一次 是不是指的是当前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相当于 整个的对应的值 是不是12 所以说 y对应的值是多少 这时候 y对应的值 是不是应该是 整个是12 再乘以2 y是不是应该等于24 但是这个nest的 执行的是不是 下一个l的 结束的这块 然后呢 接下来 是不是用24 除以3 所以说 这个得到值是多少 是不是得到值 是8呀 注意啊 nest的都是到 l的后面这个 才停止 所以说24除以3 是不是8 5 7 8 7 9 9 9 10 9 9 9